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表示,2018年12月31日将成为WAN&AONE的合约终止日 合约结束后的颁奖典礼等官方活动将根据之前的计划照常进行 而组合最后的活动将是一月份进行的演唱会 Wall Know Nings CGM于2017年8月7日推出的韩国限定男子演唱组合 由以智盛 何成云 王敏轩 雍胜佑 金载患 江丹尼尔 朴志逊 朴佑珍 裴应珍 李大辉 赖冠林 11位成员组成2017年6月 Wall Know Nings的11位成员赞的音乐选秀节目 PRODUCE 101第2集中成功获得出道资格 同年8月发行首张迷你专辑 UX1等于1T O B E O N E正式出道 同一月 凭借歌曲Anegetic 在打歌节目中获得出道之后的首个一位 12月 就获得了2017 MNE T亚洲音乐大奖 最佳男子团体奖等三个奖项 从2017年正是8月7日 正式出道的现在Wall Know Me 可以说是创造了限定组合的奇迹 刚出道时 发表的出道曲 更是包揽了韩国七大音源榜一位 在韩国的国民度 可以说是非常高 以第一名C位出道的成员江丹尼尔 更是连续13个月 包揽男团个人品牌评价的一位 在韩国更有两担意外的说法 就是指南团中的EXO 防弹少年团 以及Wall Know Me 对于这种事业和国民度 正如日中天的组合 突然宣布解散 也难怪不少粉丝表示惋惜 2019年1月 Wall Know Me 在韩国首尔举行告别演唱会 演唱会结束后 正式解散在Wall Know Me 的正式活动结束的31日 韩国门户网站出现了Wall Know Me 辛苦的实时搜索此可见Wall Know Me 在韩国的超高人气 在韩网更有超过两万人 情愿不要让Wall Know Me 解散 但是节目的规则就是这样的 在成功出道后 以限定组合的名义 进行活动到期之后 必须解散 这也就是为什么Wall Know Me 于明年1月4场告别演唱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